当地时间10月27日,旅易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,即第7届理事会换届庆典活动在意大利中部城市普拉托举行。 大会对旅易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第6届会长团会晤工作进行总结,审议和通过了新一届理事会工作计划纲要,并根据同乡总会章程,经民主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会长团主要负责人。 大会选举刘炳兹为旅易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第7届理事会会长,张松锦为首席执行会长,陈绍山为第一常务副会长,郑文华为理事长,于旭安为秘书长。 大会同时推举同乡总会历任会长林朱庆,胡建斌,陈天明等为荣誉会长,中国驻佛罗伦萨总领事王文刚,福建省人民政府乔屋办公室主任冯志农, 普拉托市副市长西蒙尼法吉等当地政要,意大利各界友好,以及来自欧洲各国的福建籍社团代表,意大利华人社团代表。 中资企业,华侨华人与500多位嘉宾应邀出席了换届庆典活动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